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拒绝海岸污染 停止南新计划 停止南新计划 南新计划是一个填海造物的计划 这样的人类行为对自然生态本身就是有详细 任何况 但之前 就有出现过海岸池的重金属 还有地下水的生含量 都因为这样填海造物的行为 前后数据有着显著的改变 其实不只是南新计划 大林埔早就被追求发展的工业手包围 也不只是大林埔 高雄还有大社 陵园 后进这些承受污染的地方 那之前也有向日月光 这样的案例出现 在这些发展的背后 就一定得让环境负担吗? 在发展过程当中带来这些危害 到底是谁应该来负担 是不是应该是制造那些污染者 应该去外部成本内部化吧 把这些污染 试图做解决 试图做回复原种 我们站在市政府前面 我们要问一下 南新计划是怎么样形成的 在过去党国不分 威权时代 在那个时候把这些工业污染的 废弃物 这些不要的灰灰堆放在这边 当时的计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009年 我们的前行政院长胡敦毅先生 他当时就回过头来看看 在这个莫拉克风灾之后 好像这些已经土石流的这些大型的 这些沙石好像又可以把这些沙石堆放到这些 我们在长期以来几十年忍受了工业污染的大林浦地区 所以我在这里要请各位来关注这个地方 最主要这个地方长期以来 并没有被关注到他们居住正义 还有他们程序正义的问题 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包裹起来 跟南新计划的几个计划 包括了国道7号 包括了这些自贸区 还包括了这个游艇专区 这些都高度争议性的 引起了沿海空气工业污染 再次的发生的可能性的计划 所以我们要追问 我们高雄市政府 你的产业政策是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南新计划 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组合的计划 过去南新计划是南新计划 但是今天 今天这些计划 南新计划 南新计划 长期以来 大林府 以及鳳梨头 那些居民 有将近2万人 是在这个城市 在这遗忘的地方 可以说像无人来 在等待那些 南新计划 南新计划 这个地方是有人站的 这个地方是过去 是我们五六十年 五六百年 是永远的 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母 我们的金 这个地方 今天 红崔山跟骨骑 没站出来也不可以 没站出来也不可以 今天 那些是我们的生活不过 没有人 在追逐在那些地方 一直在几十年来 因为这个 国民党政府 免过六十年 为了台湾的经济法 这当时代建设的兼联练 这个地方 一日抵抗 仙手三五十年 到辅兼联练 将是一间中间 要四十年 那些八十 是怎样八十字 来 我这张桌 我夾的这张桌 就是说 未来的大桌 的外海 还要填了 四百七百四十九公顷的 大南新计划 一种的计划 要开始秘工 我要请问 我们高雄市政府 拜托一下 拿起来的 让我想一想 别多吞 吞了 真的都是 砸壁口吗 真的都是 一般的建筑物会区物吗 七百四十九公项的 里面还要做什么 还要做什么 还是那些工业 还是工业 你可以开油田 捕染灰 有什么 可以开工业捕染灰 相信 来一下大家参观一下 在大海 在这个库用池内 有多少钱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包括我們的官員 在這裡 在我們公視節目 在剛才辦公室裡面 我相信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說實際的 你若是要了解 我希望 在官員 我相信 你大家都有保釋新聞 你也有主路 你也有自己實施 我希望 有機會 收拾我們的官員 我們幫你訪貸 我們請你集中島 我們幫你做生島 你看看這麼大部 你的生活是怎樣 我們在頭 這裡的基民 過什麼日子 我們這家園 拿著什麼東西 這樣就好 非常謝謝 從環境負荷的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地區 早就已經是 污染的重災區 在這邊發現過 煉鋼的爐石 發現過 這個 也埋廠的灰飛 灰渣這些問題 然後針筒 這個地方 其實已經過度承載了 我們長期以來的 高雄的工業污染的問題 這個地方 在中油 台電 中鋼 這些公司來的時候 已經對這個 海岸環境 跟居民環境做了 第一次的剝奪 那麼現在我們 把不要的所有 有毒的東西 丟到這片海岸 是對這個地方的 第二次剝奪 現在 在這片被廢棄物 堆積起來的地方 我們竟然要在 大肆開發的工業 各種工業的工業區 包括兩個自貿區 跟兩個 這個遊艇產業園區 我們要問 這一個地方 真的還可以 接受這樣子的 工業污染嗎 這邊的環境 真的還可以冷受 這麼多 這麼多個環境 工業污染的破壞嗎 那麼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 我們 只有盲目的開發 我們卻不敢 不去看顧到它 所有的環境跟健康後果 當我們不去看顧它 的時候的結果是什麼 所有的環境成本 環境的負債 跟健康的負債 最後都回到整個社會裡面 那麼 現在大領埔 乃至小港的居民 都已經在承受過高的致癌風險 之前 遊艇產業園區的這個 環評的專案小組 其實已經有些資料說 這個地區的這個致癌風險 其實已經高於十的 負六次方 這個是WTO 以及我們現在環評裡面的 健康風險的規範裡面 認為的不可接受的一個標準 也就是十萬個人裡面 就會有一個人自癌 這個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說 從環境跟社會正義的角度 我們不應該把更多的 骯髒的東西 丟到這個地方 侵害這個地區的居民 以及這個環境 那麼第三點是什麼呢 我要強調的是什麼 今天高雄比台灣任何一個城市 都不應該走回頭路 那是什麼回頭路 高雄過去以來 我們承載了全台灣的重工業 我們有比別人 骯髒的空氣跟水 我相信所有高雄市民 都感受到了這種痛苦 那麼我們今天為什麼 我們還要在這樣子的基礎上 繼續去發展這些工業污染 我們要把錢 所有有限的經費 花在做這個城市轉型 打造一個真正屬於 我們大家的移居城市 而不是只是有錢人 以及高雄某些少數地區的移居城市 所以最後一點 那麼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這一個 我剛才講的 我們要保障 所有市民應該有的健康權 環境人權 我們不應該再繼續 用剝削環境的方式 去換取那些微薄的利潤 而且這個利潤 還沒有公平的分配到大家身上 再來 我們所謂的兩公約 台灣已經國內法化了 我們兩公約裡面 還保障了一個什麼 環境的程序人權 程序的環境人權 那是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所有的 關於大領埔的開發 所有的決策過程 所有剛才那些 搞不清楚 到底健康風險到什麼程度 整個南西填了這麼多廢棄物 到底污染狀況是什麼 這些資訊應該要公開 程序上面資訊應該都公開 包括前陣子 大領埔的 20萬個廢輪胎 埋在裡面悶燒 到底燒出了什麼 到現在我們都沒被給一個交代 所以從這個角度 第四點我要講 最後一點連這個都做不到 前面上面的開發 全部都免談 謝謝大家 作為高雄的學子 我們應該要透過自身的力量 去改變這項錯誤政策 不應該讓下一代去承 當我們忽略所造成的環境問題 所以我們要拆掉政府的假環板 謊言 拆掉 拆掉它 我們要乾淨的好愛 健康交援